發誓發誓的特攻堆就是 在網路的消息是真實家 發誓跟台灣蘇斯在一起 中心要說的鄉親知道 第一條是約翁索 約翁索 最近幾年來大家 引起熱烈的討論 這是保健食品之一 像在網路跟社群媒體裡面 就有很多有關約翁索的資料 討論說這個約翁索應該怎麼吃 有的說約翁索 對保護目標效果很好頂頂 不過真的是這樣 約翁索的補充這個可以每天吃 這很重要 一定要很清楚 先對約翁索的補充 營養書有兩個建議 第一是吃新鮮的食物 它切食和感受的味噌 第二點是約翁索 大部分是最重要的 所以說約翁索必須搭配油脂 像蔬菜就要用油去炒過 這樣才有得提關約翁索的吸收論 再來說對目標很好 如果這樣安康醫師也建議說 不能吃高單位約翁索 正常來說一天差不多是6後期到12後期就夠了 就是說一八千菜裡面這個約翁索 這樣就夠了 不能吃太多 因為這個約翁索是 自用性 自用性這個衛生所 第一天來台下比我更慢 如果說吃過頭 吃過量 或是太過關的單位 我們的生活沒辦法吸收 過自身負擔 有的人一個這裡吃太多 咖咖啡索 都會出現歡樂的現象 那我們這點要注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